放下与众不同 心无旁骛地投入生命 生命并不是指你吃的食物 穿的衣服 你的家庭 所处的社会 你做或者不再做的事情 生命仅仅指的是这儿 这儿就是生命的全部 并且生命本身就有意义 它不需要附带别的目的 生命本已足够地伟大 它本身的意义非凡 已经不需要再去专注于其他 生命本身就有目标 生命本身就有意义 它不需要改变方向 世界上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 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 萨古鲁 我为什么活着 他们需要神 被他们指点迷津 或者想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 其实想要领悟生命的本质 想要领悟神性 你只需投入生命的怀抱 心无旁骛 一旦你认为就是被选中的人 那么你就会开始做各种愚蠢的事情 因为当你声称 我是被选中之人时 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一旦你觉得你特殊时 生命也会给你特殊的对待 但这仅仅是拥抱生命 拥抱平凡的生命 就像一只蚂蚁 蚱蚂 一头大象 一棵树 一座山 一块石头那样的存在着 生命本就单纯 没什么特别之处 有的只是平凡 如此平凡 到最后 就是非凡 我要与众不同 是一种病态 一旦你被它束缚 那么你会做各种愚蠢的事情 以此来证明你的特殊 你会给自己招来那些 对人对己 完全不必要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想要领悟生命的本质 想要领悟神性 你只需投入生命的怀抱 心无旁骛 不过现在 你可以被定义为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个念头 一门哲学 一个信仰 或者你可能 就是一句口号 谁知道呢 以往 人们总将 他们 局限在 所有这些事物上 因此 他们 都是从生命里 剥离出来的 但是 你 从出生 到死亡 都是生命 在这期间 想要犯下 怎样的错误 是你自己 决定的 因为 除了拥抱生命 你 别无选择 你可以 想象 你是一个国王 或许 还有一千个人 围绕在 你身边 遵你 为陛下 但 这 只是一场游戏 现实是 你 只是一个 普通的生命 要么 你释放了 你极致的可能性 或者 你只是一颗 不发芽的种子 或者 一朵 含苞的花 但是 生命本身 没有改变 如果 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你觉得 你是安全的 你可以 把自己 锁在监狱 因为 监狱很安全 或者 锁在棺材里 更好 我们甚至 可以把它 做成 防虫柱的 在 如此安全的地方 你 可以 高枕无忧 如果 你是一个 充满激情的 生命 那么 你必须要回答 何为 生命的根本 你无法 逃避 这个问题 而如果 你的生命 如火焰般耀眼 就是 Shiwa 也不能 起你不顾 但是 你的生命 完全 没有变得 充满激情 或者 如火焰般 耀眼 而是 另一般 模样 这 根本不是 应该有的样子 但 只有当你 被埋葬之时 你才意识到 你的生命状态 出生 与死亡 是 相辅相成的 任何 一个的发生 都意味着 另一个 无法避免 生命 只有一次 这 也使得 它 如此 珍贵 愿你活出 生命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